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我是宁昕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微微卫视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了两个话题 一个是从安邦事件看红二代 如何从习近平的反腐风潮中脱身 二是从最近国民党名将张林甫 在大陆引发的争议 来看国共两党如何争夺 抗日战争的话语权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 今天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建立先生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以及重任作家 时事分析人士程伯公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 焦点对话节目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最近在中国大陆 吵得很热的这个安邦事件 习近平反腐两年以来 面临的最大批评 是他的反腐风潮不触及红二代 因此有选择性反腐之机 但是就在最近 有中国第一家民营资本银行 支撑的民生银行出事 作为民生银行最大股东的 安邦公司也遭到棋底 其红二代背景被大陆媒体掀开 这让外界期待 习近平的反腐之风 可能刮象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 数百个红色家族 那么习近平处理 红二代商圈的做法 与处理周永康等政治帮派的手法 有什么不同 最近一些太子党和红二代 退出商界是为了规避反腐风暴 还是出自与习近平 与红二代之间的某种默契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要说到这个安邦事件 我们想最先就要从财新网 和南方周末 大胆起底 这个安邦公司的权贵背景来说起 尤其是该公司的邓小平背景 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 陈鹏鸿先生 首先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些报道的罕见之处是什么 为什么被广泛认为是 透露了一些关于红二代的特别信息 这个报道的罕见之处 当然是触及了红二代 触及了太子党 那么是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 为首的这个中央 或者说中纪委 似乎在杜绝这个悠悠之口 民间的汹汹议论 就是说反腐不触及红二代 行不上太子党 因此呢拿了一些 这些国企公司或者大公司来开刀 但是我认为这是虚晃一枪 虚张声势 民修战道暗渡陈昌 因为这些事情虽然被报道了 但是我们看到都没有什么红二代 会太子党被带走 而且他们都安然身退 要么说退出了 要么说是离婚了 要么说是这个不在那里了 等等理由 实际上给他们找了一个解脱的机会 好 请陈晓东现在来看谈您的看法 这一次南方周末 对这个安邦公司的报道 是个很特别的例子 我们需要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就是南方周末现在 已经被广东省和中宣部剥夺了自由发稿权 它的所有发稿必须要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审查 而且就在南方周末 这个南方报信的大院里 经常停了好几辆警车 以警告南方周末的编辑和记者 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南方周末敢于发这样的文章 这种文章应该是受益而为 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习近平确实想放出一种信号 他要清理红色商圈 建立好像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对 我们对习近平的反腐有很多的议论 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选择性反腐 它事实上造成了一个在中国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再分配 所以权贵美就利用这个反腐来争夺新的财富 所以民生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安邦事件之前 我称为民生安邦事件 这个事件并不一定说明 从我看的资料并不一定说明 习近平这束反腐的刀剑就指向了红二代 而更多的可能是权贵利用各派权贵 不同这个路数的权贵利用反腐来抢夺新的财富 比如说民生是董云标和毛小峰一直掌控的 但是他们由于富人俱乐部的事情 涉及到了这个令计划的案子 然后毛小峰被带走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真空状态 那么这个安邦也就是有红二代背景的这个安康 安邦一直有这个想夺取这个民生的控制权的这个野心 这时候增持股份 那另一方呢就反腐 然后呢就开始这个爆料 我认为是互相爆料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不一定就是说 不利用这个爆料的这个资料 而这个拥有得力 好 王康先生 今天是2015年的2月6号 三年前的今天 王立军先生闯进了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现在三年过去呢 应该说是这三年来所有的变化 它就开始 来自这个王立军的这个第一块多米洛骨牌的推导 接着就是薄熙来自他政治上的倒台 然后有一系列的变化 这样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了 一个谁也很难预料的 甚至完全能够掌控的这么一个局面 我想起就是袁浩文的两句 是特别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 其外无其更有其 一波财动万波谁 那么中国进入这么一个非常时期的情况下 我不太懂金融和财经方面的 这个专业方面的领域 这些人事关系等等 所有的领域 包括这个财经金融方面的领域 要出现让人很意外的事情 我们都不应该感到太奇怪了 我想刚才各位嘉宾谈到的这个问题 你们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 建立和小农还有破空王康先生 一个就是说在建立 你看来你觉得是就是权贵之间互相争夺 这个股权的问题 民生银行所以互相爆料 导致安邦这个事情起底 但是在破空或者小农看来 也许就是有中央层面的这个意图在里面爆料 那么我想听听破空 你对于刚才建立的那个说法 你有什么反驳的地方 这个民生银行 民生银行被称为第一家纯粹的民间资本银行 但是这个民生银行这次被清点 这个行长毛小峰代表走 第一个原因说他跟令计划有关 涉及了令计划案 第二个原因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还是 他不是红二代 不是太子党 如果他是红二代 他是太子党 绝对不会带走 因为我们就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民生银行出事的时候 他的最大的股东安邦银行 不仅没有减持股份 还在不断地增加股份 而且安邦银行是安然无恙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抢夺的过程 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 也就是太子党的势力 安邦银行是以太子党为背景的 是太子党的大本营 安邦银行正在抢夺民生银行的资产 以反腐为名 以带走毛孝夫为名 使用民生银行进一步地为安邦银行所夺走 好 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的意见 因为陈晓东先生您的解读是觉得 中央层面现在要准备对红二代动手 把这个安邦事件 那么您怎么反驳 刚才杨电力先生他的这个看法 我觉得这个民生银行这个案子和安邦被揪住 两个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换句话讲 这个实际上安邦的问题早就出来了 我在去年这个年底 中国的股市突然被炒起来之后 就发现问题了 这个国内的财经界 在这个安邦被报导被抓住尾巴 之前几个星期就在讨论一件事 就是为什么去年年底 中国股市被炒起来 原因是国内传言 邓小平家族有关的公司 在设法的通过 这个把不同的公司的股票对敲 然后抬高股价 以便出手他们手中的股票 换句话讲 他们在扰乱股市的金融秩序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是安邦被抓住尾巴的重要原因 这不是邓家第一次干 好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很显然安邦是当作一个 这个害群之马被揪住了 好 我们知道安邦事发以后 就是在这个南方周末出了这个报导以后 那么邓小平的外孙女 朱冉宣布和那个董事长 吴小辉已经终止了夫妻关系 然后其他的比如说 这个陈毅之子 陈小鲁 朱镕基之子 朱云来 还有袁经贸部副部长 龙永途都各有各的说法 跟这个安邦实行了切割 那么如果你觉得安邦和民生之间的这个争斗只是一个股权之争的话 那么为什么这些红二代又纷纷要和安邦切割的 那么你怎么解读杨健 对 这个第一就是我们看那个南方周末的报导 马南方周末是一个很详细的一个起底 把这个安邦的红二代的背景给拿出来 这是第一次公开的这么做 这个社会上的传言和这个公开的做是两回事情 这个小农先生也刚才讲了 这个如果没有受益 没有某一个权力这个派系的受益 他不可能这样做的 但是在这之后 马上就有这个道歉更正 这说明肯定不是来于层峰 层峰他不可能道歉的 所以因此他还是一个派系之间的争夺之战 这是一个迹象 第二个安邦 现在习近平的反腐 习近平从来没有说不反红二代 不反官二代 对不对 而且也没有迹象说他一定不反 但我们知道红二代也不是铁板一块 红二代的父辈们也是斗来斗去 他的子弟也是斗来斗去 有一些红二代没有发 没有发迹 所以现在在习近平背后 肯定拱着要去搞其他的红二代 就你把红二代或者红三代 把红色家族背景的人 看作是铁板一块是不对的 就是习近平的剑 不一定就不指向红二代 这时候对习近平怎么做 我估计很多的红色背景的家庭 心里都没有数 像江泽民 曾敬宏 邓小平家族 李鹏家族都没有数 因为它是个博弈中寻找平衡的过程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平民国打掉就打掉了 盘根错节 所以它是在博弈中寻找平衡 所以这些红二代的家族 对于习近平动到什么样的地方 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避开风头 所以显然是在避风头 对我们知道这个红二代家族 就是说除了南方政府 这个齐里安邦的事件以外 就是就在今天早上 我们得到消息 就是中央巡视组 巡视中国联通等 这个中央下属的这些企业 那么中国联通也就是原来被江泽民之子 江年恒掌控的中国联通 被遭到这个中央巡视组的很多的批评 所以还是确实有这个 现在在触及红二代的这个迹象 那么我请王康先生说一下 就是中国掌控经济命败的 启示了几百个红二代家族 代表一个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势力 你觉得习近平能不能冒得起这个政治风险 他敢不敢冒这个政治风险 研究国际共运的专家 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就是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经过三部曲 它的原教制主义阶段 它的个人独裁阶段 最后到了民族主义的阶段 这个对于苏联和尤其东欧国家 是非常有效的 这个里面看起来 但中国还是不太一样 中国也可以说是进入到 所谓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的阶段 但同时它出现了 它呈现了中国东方专制主义的 一些重要的一些特征 很古老的 比如中央集权的 皇权和地方诸侯的 这种势力的这种较量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就很明显的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想起来就是关于薛藩的这个理论 汉景帝用朝朝的这个薛藩策 曾经大量的削卷地方官员 其他所有领域诸侯的权力 导致了无处齐国之乱 后来的这个唐代有安史之乱 一直到明代的朱棣 用军策的办法导致了靖难之乱 最后有清代的三藩之乱 这个中国因为太大 秦始皇的这个中央 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际政权建立起来之后 始终面临这个问题 实际上习近平的所有的举措 我看起来 他的所有的讲话 古天会议也好 文艺庄团会议也好 十几个小组组长的大选 基于一生也好 甚至和这些县委书记 直接的讨论问题也好等等 一直把薄熙来 徐才厚 令计划 周永康这些拿下 我觉得这些都属于强化中央权力 和个人的权力 同时薛藩的努力 现在在安邦和民生的公司出现的情况 如果真有其事的话 那就是可以理解为 在金融和财经领域内的 一种薛藩的行为 好 说到这个薛藩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目前有一些例子看来 就是习近平处理红二代家族 这个商业圈 和处理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 这样的政治派别的 这个贪腐的圈子 似乎还是手法有些不同 那么我想请陈牧先生分析一下 你能看到什么异同呢 在处理这两类贪腐方面 您能看到什么异同 陈博昆先生 OK 我认为这个 当然很显然 习近平对待这个官二代 就是像周永康 令计划这些徐才厚 他们家族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那是斩草出根出落物尽 而且是这个诸灭九竹 那么现在像对毛小峰 其他人的这些抓捕 像马剑 秋静这些抓捕 都是令计划和周永康的继续 就继续的围剿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一个 当民生银行安邦公司的模式出来之后 还有这个阿里巴巴的模式出来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们给时间 给红二代时间和太子党 退出这个企业 实行完成政商分离 政商剥离 因为在此之前 一月份中纪委五中全会 王岐山讲了一句话 说有坚持的赶紧退出来 如果你玩过头了 飘飘然了就要治理 这就是给红二代和太子党喊话 说现在很显然 习近平跟红二代 或者跟政治老人 达成了一个默契 一个新的政治游戏 一个潜规则 就怎么退出来 他有四种模式 第一个就是 这个李小鹏模式 弃伤从政 其实温家宝的儿子 那个温云松 胡锦涛的儿子 胡海鸿也走的是这条路 第二个模式就是 这个江连恒模式 就是弃政保商 从政治商的职务退下来 保住他在中国网通 上海机场 上海电力 这方面的这个职务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奇桥桥模式 除受之产 精盆洗手 那么像什么 周云来 陈晓鲁的儿子 陈晓鲁 走到这个模式 另外还有一个模式 就是左软模式 假离婚 真资产 这个安邦公司 非常好笑的就是 说左软跟 吴晓鲁离了婚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 离了婚了 这就没问题吗 他只能说明什么呢 而且他说的是 中子夫妻关系 那么究竟是离婚 还是离异 还是分居 还是被靠被睡觉 没有说清楚 那么我认为 这是假离婚 是真资产 他离了婚之后 以他的伴侣 继续保持资产 说这些模式 都是定身亮作的 给太子党的脱身之际 好 我们听听 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刚才破空讲得很好 我的看法也是 习近平实际上 给画了一个道 对红二代商圈的反腐 他的基本的路子是 叫做只要退出 就基本就算拉倒了 所以我们看到 就在最近 一连串的红二代 红三代 开始和原来的商业切割 刚才建立提到 南方周末的道歉 实际上那个道歉里面 有很多很微妙的细节 他提到 这个道歉是对着 对着安邦的负责人 也就是吴小辉 那么道歉的内容是什么 实际上 我的理解是 他想说明 现在邓家和吴小辉 已经脱离了 脱钩了 这就保住了邓家 我前面提到 现在陈晓鲁也好 这个吴小辉 还有其他很多 这个红二代 都在抛股票 这也是一种退出 另外今天的最新消息 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 刚刚从中金公司的 这个总裁位置上 退下来了 所有这一连串的行动 都表明 退出 现在是习近平 给他们一个道 我不认为呢 这次习近平 对红二代商圈的 这个打击 是一个重力度的 他实际上是 重重拿起 轻轻放下 只要他们退出 他就放手 好 那么他也不怕 这个现在 红二代会有多大的反扑 原因是 实际上他已经把 掌握军权和情报系统 红二代 都清除掉了 而且红二代中 还有很多没发财的 他们会给习近平鼓掌 两天前就有一批人 在那鼓掌 对 好 您说到这些退出的人 我看主要是 比如说基本上是国企 那么我想 我们知道在红二代 也有很多是 自己经营私营企业 那么这一大块 这个退出 会可能有很多的猫腻 或者是难处 那么请建立 跟我们分析 对 主持人讲得非常对 实际上他这个 所谓的反红二代 实际上也是这个概念 是非常模糊的 红二代还是红三代 还是官二代 但有一些红三代 就是官二代 对吧 所以就很模糊的 那他这个反这个 咱们就这么讲吧 有这个非常大的 政治背景的家庭的 这些人是很难的 并不是说习近平不想做 他想做的话 他的难处很大 政治上的就是 权力盘根错节 好几代人的 盘根错节的问题 不好解决 他不知道动了这个一发 是不是会动全身 会影响他自己的权力 所以他做的时候 比较小心 现在你看对江泽民的家庭 就是敲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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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鹏的家族 也是敲敲敲 在这个动态中寻找平衡 包括对 这个刚才说过 你跟我说过 你这个经济上的大 另外一个国企 国企 刚才你说国企 国企现在 基本上红二代都退休了 以前拔起的国企 他到了年龄了 该退休了 咱们说私营企业 那私营企业呢 是这样 私营企业 很多的红二代 是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呢 在市场经济里面 有某种这个合法性 因为它私企 你让它退 它怎么个退法 除了这个习近平家里说 我让你退了 省得引擎麻烦 这还好说一点 其他人 你不可能是全退的 在一个 一个红二代的人 办私企的时候 他不像一个老百姓 办这个私企 他一个老百姓办私企 首先一件事情 他就打通这个官员的关系 他要去买官 去贿赂 这时候直接就涉及到 这个贿赂和收贿的 官员腐败问题 而红二代办私企的话 是他现成的权利基础 并不是说别 他去找别人 是别人来找上他 所以他走到哪里 哪里就给他开绿灯 这里边直接的 进行贿赂和收贿的 这种证据就非常少 所以因此反起来 也比较困难 另外这个红二代 所掌控的私企 实际上是 就业是相当大的一块 现在在经济上下滑的 压力之下 如果拿他们开刀 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这里边有 逐种困难 习近平要考虑 好 刚才 马克先生您提到这个 就是说你觉得 这个习近平在削藩 要集中中央权力 那么要触动红二代 在政治上的难处 最大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我认为 这个所有的习近平 都要 要诉他来 要清党 所有这些 逆经图治的行为 有取决于对现实政治的 这种判断和分析 我举个例子 比如陈源 陈云的儿子 中国开放银行的行长 因为中国金融界的 可能是老大级的人物 1907年 博信来重庆主政之后 到2012年 它那个国家开放银行 上重庆的 先后的贷款 达到1200亿 但整个重庆市政府的 政府的整个贷款的 四分之一还强 而且它获得了 2010年获得了 中央电视台的 一个什么金融大奖 它发表了感言 陈源说 我之所以给 这样偏重于 重庆的这个东西 这个富裕模式 重庆模式 是因为 我们这个 国家开放银行的 这个贷款 必须有倾向性 而我也是感到非常的 觉得很成功 很愉快 如果没有博信来 王立军这个事件的话 那么陈源很可能是 金砖五国的 开放银行的 行长 我补充一下 而不是那个 印度人做的 这个行长 好 请讲 我想补充一下 那个关于 红二代 推出商界的问题 现在呢 这个我们看到 刚才建立也提到 有私营公司 和官营公司 两类 私营公司 其实习近平 以他们自己家的 模式 已经开出了 两条道 指明了方向 一类就是 所谓的西桥桥模式 那就把公司卖了 然后退出商界 还有一个是 西安模式 那就是公司解散 一文不要 这两个做法 现在还没有看到 其他的 经营私营公司的 这个 红二代来模仿 但是问题真正 更大的是 那些在 官营公司的 比方讲 李鹏女儿 李小玲 这些公司 他们不是 私营公司 所以不能够 让红二代卖了 那么 他们手头 又有很多 空手套白狼 常来的股票 这些股票怎么卖 卖多少 卖了以后 钱落不落口袋 这些问题 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如果只是 轻轻放下 而放过这些个 空手套白狼 捞来的 红二代的钱 让他们 揣到兜里去 实际上 这反腐败 是失败的 好 我想回到 刚才 陈破空先生 提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您刚才提到 你说 习近平是在给红二代 一条退路 那么我想问一下 我想把你这个结论 再推翻一下 再往前退 你的意思就是说 习近平要反腐 要打红二代 但是实际上是给他们 一个脱身之计 让他们从这个 一方面在民生上 得到清白 但是实际上 只是给他们一个脱离 他们已经赚得满盆满钵 然后现在给他们 量身打造一个脱身之计 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个脱离 实际上就是既往不咎 就是你捞的盆满钵满满了 那到此为止 事实上并不见得到此为止 有人不会到此为止 因为他们还有 代为持股的把戏 就像温家宝家族 他有的股份 是让别人去代为持股 所以像这次 安邦公司 这些太子党出来回答 非常轻松 首先 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出来回答 非常轻松幽默地说 我不是实际控制人 我只是做战略咨询 然后邓小平的孙女婿 出来回答 居然意气风发地说 我正在招人 我们这个公司没事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没事 他们有个底线 只要把这种 所谓裙带关系 权关系赶走 但事实上安邦公司 人家已经有个结论 就安邦公司 可以推作法规则 甚至可以改变监管法律 就知道这个太子党的背景 有多大 另外我们知道封建社会 封建王朝 都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 或者成文的一个规定 开国元勋的后人 几代免刑法 免死金牌 开国皇帝 给他们发免死金牌 就说杀人不抵命 犯法不作奸 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一个遗训 那么今天的共产党制度 仍然是个封建王朝 是个红色王朝 说他仍然有免死金牌 所以我们要看习近平的权力基础 是什么 习近平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 他没有理由全新权益为人民服务 他的权力基础 就来自于红二代 太子党 这是他巨大的资源 他没有理由 自毁权力基础 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 他对太子党 红二代 只能够放一把 给他们时间 给他们出路 既往不咎 但你要不是红二代 不是太子党 对不起 追溯 追溯了过去五年 过去十年 甚至过去二十年 把你资产全部充公 所以对红二代的资产就是 你到此为止 盆买博买就算了 而且你要赚 你不要拿这个名义来赚 你不要参加股份 你不要参加公司 你别人代为持股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个 脱身之际 经常脱俏 好 建立 你对他这个 两种区别对待 平民子弟 红二代 官二代 完全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 对 我觉得这种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的一个 很大的权力基础 是红二代 但是仅仅这个权力基础 对他是不够的 所以他还会要扩大的权力基础 但现在看 大家看不懂 他好像在缩小自己的权力基础 这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继续猜测 那至于说这个齐安安 还有这个齐乔乔的模式 我认为推广不了 因为刚才已经讲了 很多这个太子党 红二代 他这个私企 你没办法让他推出来 他有在市场经济上 有一定的合法性 除非你抓住他 有这个 有这个 非常确凿的犯罪证据 有了证据 是不是要做 像彭彭讲的 是不是要 这个放他一马 这个还都不确定 但不管怎么讲呢 我觉得 这种 习近平四面出击的反腐 使得很多人 现在要避风头 是肯定的 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刀会砍在谁头上 哪怕就是以前的 皇帝 也不知道这个刀 会不会砍在自己的头上 避避风头 并不是意味以后不反扑 所以我觉得 未来的政治的不确定性 是非常大的 说到这个不确定性 我们就想到 在这个安邦公司的新闻 被炒得沸沸扬扬扬 同时 这个阿里巴巴的事情 也被炒得很热 那么阿里巴巴 之所以大家关注 是因为它有所谓 常委公司之称 因为里面有 二十多个常委的子女 或者孙辈在里面 那么国家工商总局 早先是指控 阿里巴巴贩卖 假货 给他们很严重的批评 但是随后又 大家又好像和谈 握手言欢 这个事情 最后双方达成 一定和解以后 这种细节性的转折 也让外界感到 很很蹊跷 那么陈小农先生 你是怎么看的 是刚才谈到 阿里巴巴 他有很强大的 这个所谓的常委背景 就是给他投资的 很多的这个国企 还有这个私营公司 都是由这个 所谓红二代 官二代在背后做支撑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之所以会出现一个 表面上是民企的 阿里巴巴有那么强大的势力 让国家工商管理总局 放弃他的官方权威 为他背书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有人在关书 怎么关书的 这个陈小鲁在接受采访 说得很清楚 他的第一桶金怎么来的 就是他关书了两个人 一个是当时的外汇管理局局长 吴小林 一个是当现在的副总理 当时的国家纪委 物价局的马凯 通过这两个人官说 他就捞到了60万 这条路子 过去走得通 今后未必走不通 所以他们不开公司 他们照样会官说 另外呢 阿里巴巴 现在还有个最新消息 它不是中国公司 昨天美国的媒体报道 美国的律师调查以后发现 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公司 它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 换句话讲 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 隐藏了大量 这个 这个鬼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公司 所以这个背后 将来还会有什么黑幕 我们还要等待 看下去 我们再听听扩空 扩空听讲 扩空听听你对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解读 这个阿里巴巴的公司啊 非常有看点 非常有戏剧性 阿里巴巴开始是工商局指责他 卖假货 62点多的假货 而且这个美国在2011年 37点多假货 37.25是正品 假货是62.25假货 大多数是假货 所以这个2011年 美国这边的海关就说 他是这个假货的这个 这个恶劣自首 然后这个 而且消费者也 那个无怨声载道 说他卖的假货 比如卖一个手机 说是新的 结果人家一查 是前几年美国转过来的那个二手货 说他卖假货深不痛绝 但是居然 他非常狂妄 而且他不这个 不仅不道歉 不反省 而且向工商总局叫板 说工商总局情绪之法 程序适当 什么吹黑哨 就工商总局公布白皮书 他又指责工商总局 要控告这个监管室市长 刘洪亮 这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就因为他背后 有那么多红二代太子党 做基础 群起施压 向国务院施压 向李克强施压 李克强不得不让步 让工商总局的局长 出来跟这个马云 阿里巴巴掌门人 所谓的和偶手言欢 这非常可笑的就是 工商总局跟企业的关系 是猫和鼠的关系 是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 现在猫和老鼠在一起 偶手言欢 这谈什么监管 是共同探讨监管模式 这是华天下之大忌 这就是权力嚣张 权力欺验 到了这个程度 所以从阿里巴巴 最后戏剧性的落幕 这个事件就看出 权力在中国起多大的作用 这不过都是虚晃一枪 对阿里巴巴的指控 最终阿里巴巴安然无恙 按马云说的话 就说一切都水落石出 没有问题 清白了 所以这就是权力在中国的魔法 好 建立刚才你 对 我基本上同意 这个破空的看法 但是我们还有另外的信息要看 这个阿里巴巴的事件 出来以后释放了 我认为释放了另外一个信息 就是无论你怎么抓权 无论怎么反腐 实际上掌控全局是非常难的 有些人他肯定对阿里巴巴不舒服 那么他可能就会有一种压力 让工商局去做某种事情 这个事情就爆发出来了 那另一派的事例呢 就可以给他压下去 但是不要忘记 虽然这个阿里巴巴 可能不是在中国注册的公司 但它是绝对的一个 中国概念公司 而且中国的一个金子招牌 再加上阿里巴巴下面 有涉及到几百万的雇员 所以这个公司是动不得的 就是我这个事件出来以后 我曾经和朋友一起聊天 我说中国宁愿拿一个部长 来牺牲 别说因为一个工商局的局长了 来保阿里巴巴 所以现在就是 它不仅仅是一个 这个阿里巴巴是常委公司的原因 也和很多的政治经济 其他的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好我想最后 从一个我们把这个目光拉开 从一个全局的这个角度来 请王康先生 平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知道 习近平的执政 那么要开始有一点 触及红二代的这个信号 那么他现在很多人觉得 他现在战线拉得很长 对内要反腐 意识形态又要收紧 对外又要表示强硬 他的战线拉得很长 各方面都很紧张 有人说现在中国是这个什么 所谓左派右派都不高兴 都义愤填膺 那么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说 中国的大局部门 实际上成为一个真实的可能的现实 那么我想问你 你对中国这个大局现在是怎么看的 习近平的大局怎么看 有一次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 不仅支配了人类的经济活动 其实支配了人类的全部事物 当时我提到王立军 三年前的这个举动 到现在整整三年过去了 本来其实有两条道路可选择 就是对习近平来说 第一就是很简单的 知识分子所盼望已久的广开沿路 利用法制发动群众 但不是利用群众 真正的依靠和相信 中国人的这个智慧 这种道德这种能力 然后来把中国逐渐逐渐的 引向一种循序渐进的 一个现代国家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习近平拒绝这个道路 他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有强烈的一种领袖欲 领袖欲也罢了 所以我觉得从思想意识 从文化历史来看 最人担心的是 他有一个黑格尔到 马克思式的大体系 他有一个所谓的中国梦 就是他们有备而来 这些太子党们早就想好了 能够把中国一步一步 军事 政治 经济 外交 金融 财经 教育 意识形态 有一部整体的一个规划 然后把中国 领到一个既定的目标 这是非常可怕的 好 有关习近平反腐 如何处理红二代的话题 我们今天就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 对国民党名将张林甫的评价 为何引发两岸有关抗战的争议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 而能够因此 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故意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 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制造 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 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不及 目前看来 最多是擦枪主任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2月6号的 教练对话节目 我是宁昕 国民党名将张林甫 是大陆中老年一代 最熟悉的国民党反派人物 著名电影《红日中》 就有攻上孟良顾 活捉张林甫的名剧 最近张林甫在大陆的 遗骨迁葬风波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 再度引发了海峡两贯 有关谁才是 抗战主力的争论 那么张林甫到底是 抗日英烈 还是讲匪军头 海峡两岸 对于国共两党 在抗战中的作用 为何难以达成共识 那么今天我们来 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 陈破空先生 跟我们简单地说一下 围绕张林甫遗骨的 这个迁葬 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在大陆 那么到底这个风波的焦点 在什么地方 张林甫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 那么张林甫将军 是个抗日名将 名将中的名将 那么他这个儿子 要回去刑防他的遗骨 要把他的遗骨 签回故乡陕西 那么他的遗骨在山东 一个农户的羊圈下面据说 结果他去把这个 签回去的时候 这个农户居然是 缩要20万的鉴定费 那么这个不仅 缩要20万鉴定费 那么如果说鉴定费是真的 鉴账费是不是要 100万200万的索取呢 所以这个事情 引起了网民的极大的议论 这个议论说明两点 第一个这个农民 对抗日名将的无知 另外一点也说明 中国这个社会 堕落的这个一个程度 唯利是图金钱至上 为了一个抗日名将 爱国英雄的遗骨 居然要以钱为中心来受肥 所以这件事在网上 引起了网民哗然 网民议论之后就发现了 网民大多数是 尊崇缅怀这位民族英雄的 但是官方媒体沉不住了 官方媒体这个事情加进来 想诋毁这个民族英雄 所争议由此而引发 好我想问问王康先生 我们知道在官方 中国的军队方面 有人发文说 民间是神化了张灵甫 而且说他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共产党手下的手下败将 那我们知道张灵甫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国民党著名的反派人物 那么张灵甫他在抗日战中 到底有哪些事迹 请你非常简单 能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这个人 到底是个抗日英雄 还是说这个共产党的手下败将 对我们这个代表 这是旧话重启 63年的这个红日电影 就在全国播放 我当时还是一个小学生 我们看到当时 我就对这个演员张灵甫 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将领 我就特别 特别有一种意义一样的感觉 我说这很帅呀 真是很威猛 一个真是军人的样子 但不敢说出来吧 张灵甫是个典型的国军军官 国军将领 发育肺猛之地 农村长大的孩子 从小就熟读这个中国的诗书 喜欢习武 然后考去北 就让考去北大的历史系 或者头皮从容 黄埔 武军军官学校的 所谓部科第四期 一手好字 于右认得很赞叹 非常好书法 这显然是中国传统的这种 前程远大的这种 青年军人的形象 中国的抗战 从春户会战开始 南京保卫战 武汉会战 一直到湘西会战 八年期间 他居然基本上全部参加 每一避战 而且每一战必胜 我说的绝对的话 张灵甫将军的一个人 所参加的抗战的这些 这些英勇的世界 超过了巴鲁军 新世纪全部的作战纪录 但是呢 当然张灵甫 他不是一个一级的指挥员 他一直到死都是一个中将 看来是又是少将 他是一个中级指挥员 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这些 在抗战期间的 这种英勇作传 似死如归 这种民族英烈 这真正的英雄好汉 太多了 对 好 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和杨洁 先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就是说 我们知道张灵甫在台湾 他是一个进了中列词的 这个民族英雄 每年是这个台湾总统 要献花祭拜 但在大陆呢 张灵甫又是一个著名的反派人物 而且现在官方至今对他的评价 也不是那么太正面 那么我想问海上两个对于这个历史人物的评判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落差 按理说都是在抗日的时候 都是抗日的 那么陈晓农先生 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在台北的中列词 看过张灵甫的那个照片和事迹的介绍 我觉得在台湾对抗战的历史 基本上还是正面的肯定和介绍的 但是在中国 一直到最近 我们仍然没有看到客观公正 全面的对抗战史的介绍 其核心要害在于 共产党没有积极抗战 过去讲它油而不羁 其实这个词不错 共产党在敌后建立了大批的根据地 积累了几十万的武装力量 但是一直采取的是一个保存实力 保住地盘 不要多惹日本人的这么一个方针 我查了一下资料 比方星四军就在日寇占领区的附近 在苏北地区 苏域当时发展了三万多这个星四军的力量 在他手里掌握着 但是他打过的最大的一场战斗 直接对日军的 是车桥战役 击伤击毙日军总共才三百来人 也就是说战役规模非常之小 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 没有抗战当中的真正的业绩 所以他老想隐藏和掩盖这些抗战的真实历史 特别是国军的这个巨大的牺牲 实际上没有国军的牺牲 日军占领的全国 共产党的根据地也休想存在 共产党是占了国军的便宜还要买乖 那么现在这个在抗战史问题上 共产党稍微有所纠正 比方介绍了台儿章战役 台儿章战役等等等等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 他不肯否认共产党自己 在抗战中没有起作用 也因此他到国来污蔑 这个国民党政府是所谓下山栽桃子 其实栽桃子的是共产党 好 谢谢您 对 刚才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还没有回答 到底两岸争什么 或者中国的民间舆论和官方舆论在争什么 我们都知道 这个抗战史实是共产党的一个软肋 它不让别人动 因为这个很简单 小农啊 各位这个王老师还有这个破空都讲 他抗战史实是他的耻辱史 他不敢讲 所以现在他要争的是什么呢 是争的这个历史的正义性 就在那段历史里边 谁更正当一些 因为直接和他的这个 见证的正当性是结合在一起的 因为他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益者 共产党 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使得他做大 然后最终夺取了中国的政权 如果把这个抗战史实真正的揭开了的话 大家知道了他的真相 他的这个中共建政的正当性就荡然无存 而且直接影响到他现在继续统治的合法性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的 无非就是一个历史的正义性而已 我其实有不太的同意的看法 共产党如果认可 国民党的领导抗战的 这个对国家民主的巨大贡献 他的历史的合法性是得打折扣 得重新评价 所谓的推翻国民党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解放战争要重新评价 但是他的现实的统治权的 这种合法性正当性 未必就会完全荡然无存 这个涉及到中国的国民性 中国国民性有一个是现实的 就是49年之后 共产党统治65年来 中国人你看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 中国人基本也认 哪怕就是很多人就很不了然 非常反感这个政权 但是也哪怕没办法 基本上是大多数中国人是认这个东西 没办法 没有是力量能够取而来的 第二就是 如果现在的共产党人 比如习近平 真的有民族大义感 有历史责任感 有胸怀承认 就是中国国民党 坚持和领导中国的抗战 本来这是天津地狱的事实 稍有的历史感的人 青年一代都知道这一点 实际上他会获得巨大的一种 新的一种合法性 问题是他们就这么狭矮 这么小气 他非要顶住 要和历史对抗 采取历史虚无主义 我看到 我从我这个是半身半熟的 一个抗战室的一个专家 我看起来 我都真为他们着急 好 破空 刚才我们提到张力甫 中国的官方媒体发表了 一系列的文章来诋毁他 他们对张力甫雄标史册的 抗日攻击只字不提 刚才王冠军讲了 张力甫参加了抗战的几乎所有的会战 只有最后一场会战 雪峰山会战没有参加 其他大会战全部参加 而且那些会战中他的部分都取得胜利 被称为常胜将军 那么这个中共不提 中共却提他的什么将和校 他的官籍是怎么样 其实他的官籍是通过他的抗战攻击 从团长升到军长 从这个上校升到了少将 而且领中将职位 最后是南京军区位数司令 官籍是非常高的 是名将中的名将 那么另外还说了 他是共产党的手下败将 当时他是受了共产党埋伏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务 像国防部次长 作战厅长 那是共产党的特务 这个错误的下令 让他向孟联谷前进 而他这个友军跟他有矛盾 说没有获得资源 陈毅所拨二十多万 把他的三万人围困在孟联谷 最后他阵亡 英勇牺牲 那么是不是这个就说是手下败将呢 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历史上的官禹 三国时代的官禹 战功彪鹤 什么千里走单旗过五官 斩六将朱元良 斩文筹 后来这个挺进中原 水淹七军 那个深情旁德 威证朝廷 结果后来受到东吴的一个将领 吕蒙背后偷袭 他失败了 最后被杀了 那么世界上谁记得吕蒙 都记得关羽 关羽是千古不朽的英雄 还有像项羽 项羽虽然败了 都记得项羽是个大英雄 还有打败项羽的韩信 百战百胜 后来韩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被一个女人 女后给杀了 而且脑袋给扔到墙外面 那么说韩信是女后手下的败将 是不是韩信就不值得经验了呢 说这种所谓的以成败的英雄 把张宁复否定 是共产党的那个 那个新宿侠侣的表现 我总是想到美国国会大堂 有两吨铜像 南北战争时期 北方的葛兰特将军 南方的李将军 他们的铜像并肩而立 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铜像 我都很感动 美国的国内战争结束了 双边的将军都受到尊重 不管谁胜谁败 谁投降 谁谁皆详 这是一个民族性的象征 中共宣传民族主义 实际上它毫无民族感情 它反映到它的气量狭小 心胸狭隘 而且它在这个民族问题上 它是以政权为重 它看到网民的议论 对张立福尊重 觉得这种议论 可能动要它统治的基础 统要它统治的合法性 于是就连篇累积了 张立福诽谤污蔑 但这种诽谤污蔑 恰恰激起了人民更大的反弹 好 我想听听王康先生 因为王康先生 我知道您对于国共历史 尤其是抗战的历史 比较了解 有相当的了解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 就是中国的官媒 比如说环球时报 还有就是国防大学那个少将 那么他们发表评论都是说 现在民间有所谓国粉 就是民国粉 或者是对国民党神话的趋势 觉得是对中国现在体制的攻击 还有他们对于国民党时代 抗战的史实 我想请您做一些 最基本的事实对比 比如说国民党降临死了多少人 共产党降临死了多少人 类似这样的对比 你给我们举几个数据 来说明一下 抗战是中国的卫国战争 这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还有它的宪法 它的首都 它的最高领袖 它对着作战指导思想 那么整个抗战八年 一共打了二十二十四大的会战 一千一百一十七次中型战役 和两万八千三百一十三次小型战斗 国民革命军 其实当时的红军和江南游击军队 也改编成国军 受它的管辖 掐入这个作战序列 国军振完的将领是非常 数目非常巨大 在整个二战 五十五个反法式国家当中 中国争亡的将领高居首位 包括迅国的 一共二十二名上将 我们统计的 六十七名中将 一百六十六名少将 在这里边两百五十名将军当中 有四十四名是直接和日本近战 肉搏而亡的将领的 非常的惨烈 然后还有二十四人是被俘 后来最后弹尽粮绝 自杀殉国的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一将功成万古苦 只有抗日战争 你说国民党也很多毛病 我也知道 专制独裁腐败都有 但是国民党所领导的 国民革命军在抗日战争的表现 真是惊天地弃鬼神 我先做个旁证和共产党做比较 共产党我们都知道是宣传高手 国民党失败了以后 也总结经验 到底是不是失败 有人说共产党宣传比我们厉害多了 我们都知道共产党是宣传高手 就是他这么一个宣传高手 在他权力顶峰时期 他做的那些抗日的 有关的文艺的作品 包括电影 哪有什么大战役 只有小殡仓卡 什么地道战 地雷战 麻雀地雷战 你让他硬编 他都没有编出来 这就说明他这么个宣传高手 让他认他编 他都没有编出来一个大战役 这就是另外一个旁证 最近为了证明共产党 在抗战中的作用 又把小槟荡卡出来到处放 我说这是把历史卡通化 完全不严肃的 我查一下 其实这个宣传 这个田汉是国歌的作者 李永俊一行曲的作者 是中共党员 他因为震撼于张立福将军的战功 专门编了一个话题 叫德兰大街 把张立福用真人真心的名字编进去 后来他专门为七十四军 写了军歌 我们是中华的武装 我们是抗战的先锋 这不叫宣传 这是民族之声 这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他对中国的民族英雄做出的发生内心的这种仰慕和这种战术 所以共产党呢 向来 好好听听小农 小农请讲 刚才王康先生已经介绍了国军的这个战 在抗战当中的重要作用 那么我这里这个举一下这个共军 特别是八路军 因为前面新四军我谈过了 八路军在中国的华北地区 基本上他对日军的作战是很小规模的 而且以伏击和偷袭为主 一般来讲这个作战对象 日军数量都不会超过一个团 日本是叫联队 所以刚才建立谈到的 共军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 这里还需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 共军虽然没有抗日的重大战绩 但是和日军可是有构结的 我们都知道潘汉年 上海市解放1949年以后的副市长 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抓起来 一直关到死 他就是当时新四军的这个敌工部长 他派在南京和汪精卫政府 和日军的情报首脑都有交往 当时新四军和这个日军之间 和汪伟部队之间 有种种的交往 合作交换情报 都是为了彼此不要 你不打我 我不打你 这哪里是抗战呢 那是保存实力 所以这里我想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今天对张宁甫的批评 中国官方还有军方的很多说法 其实是以一党制私去废 或者是这个否决 国家的一个国的公益 这是一个国家伦理问题 就共产党其实从一开始 他基本上就是把他一党制私 放在这个国家利益之上 就是只要能保住他党的地盘实力 人马这国家的伤害 老百姓的生死存亡 他并不是真在乎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样一个局面 就共产党在北方和南方 那么多军队 从来不打几次真正的大仗 也没有解放多少地盘 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长大的 好 对不起 破空 请讲 我补充一下 关于共产党方面 有两个抗日将领值得一提 一个是彭德怀 一个是林彪 对 我正要提彭德怀的问题 对 彭德怀打了个北潭大战 被毛泽东是延迟批判 说把这个敌人无端引向对自己 而且彭德怀一直到死 都是被毛泽东迫害的理由之一 说他是这个 暴露实力 这个去抗日 对 暴露实力 那么彭德怀是含冤而死 这个林彪是抗日将领 是打了平行关大截 那么林彪后来是被毛泽东避避而走 那林彪在历史上 战功可以跟韩信比美 他是为共产党夺取了 红色江山三分之二打下了 但是林彪的结局怎么样 被毛泽东逼得外除 最后击毁人亡 葬身抑郁 而且像韩信一样 脑袋被割下来了 被魔鬼子拿去做烟就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林彪是不是毛泽东的手下败将 就说共产党不仅对国民党的 抗日将领不尊重 连对自己的抗日将领都不尊重 彭德怀的骨灰 后来被叫做王川 放在一个简陋的骨灰盒里面 当他的骨灰被发现的时候 赵紫阳他们围着他的骨灰 走了一圈 感到非常的悲哀 而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自己的林彪 他的墓碑何在 他的骨灰何在 他的头颅何在 所以更不要说 他们对抗日将领说 我就说中国共产党 是一个完全背弃民主的 这么一个政权 毛泽东自己说过 里面中国分成27块 湖南最好是一个国 而且说过 我深恶爱国主义 还说过就是说 这个绝对不能够抗日 宁愿日俄两国瓜分中国 说一分抗日 什么的这个气氛发展 而蒋介石说的是 人不分 这个南米老幼 地不分东南西北 全民抗日 一个要全民抗日 一个要一分抗日 这种昭然若洁的民主情怀 我补出一下 对不起 建立想说几句话 然后小冬我再回答 我觉得总结一下 各位朋友讲的 就是说共产党在这个历史上 基本上就是一个 党派利益为主要考量 当这个党的利益 和民族的利益 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这个民族利益 肯定要给党的利益让步 那这个日本的抗战史 可以说明 和苏俄的这个关系史 也可以说明 所以毛泽东连这个 感谢日本人侵略的话 都能说出来 你能指望这个党 来尊重我们的民族英雄吗 刚才破空反复讲到一个 就是这个圣王败寇的 这个思想 圣王败寇的这个思想 这个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 秉除了 中国就是太多的人 为政治斗争的胜利 折得谎连而欺骗 有的应该就是甘愿去接受 不愿去戳破它 在这个1984这个 预言小说里边 讲到了 奥威尔的预言小说讲 你要控制了历史 你就控制了将来 你控制了现在 你控制了历史 这样的逻辑 不应该在中国再继续下去了 好 陈蒋农先生 你刚才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不起 王刚现在待会 对 刚才破空提到了 百团大战和平行关大截 这是共产党最喜欢介绍的 对 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学这个 百团大战呢 我想说明的是 那不是一场战争 那是半夜里头去挖铁路 挖公路 挖豪沟 那没打仗 第二 平行关大截 其实这个截是个小截 是林彪用三个团 在山顶上埋伏 打日本一个后勤大队 那后勤大队只有上千人不到 这个还很多人没有枪 这是一个多数战少数 然后缴获了日军的资重 就撤走了 那也没有很大规模的战斗 由此可见 平行关这么一场战灯 只是一个小规模战斗 比国军打的 无数次战役都要小 但是在中国看来 就这么一场成功的 好 王靠先生有补充的 为什么就是国军将领 要四死如归 这个不是简单的事情 第一 他们大多数都是 参加过辛亥革命 护法战争 两次北法战争 中原大战的 这些传统的军人 第二 他们都信奉了所谓三民主义 尤其是其中的民族主义 他们又很纯正的 就是中国民族国家的思想 像石河 法相 岳飞相 文天祥 就是他们从小就崇拜的民主英雄 他们没有任何外来的 尤其是马列主义的 什么意识形态 这个共军很有一个问题 他们究竟忠于马列主义 还是忠于中国的设计江山 打起仗来的话 怎么打这个事情 国军没有这个麻烦 比如童林哥 张志忠 所有的一些将领 走上前线的时候 全部要决决命书 决遗书 似死如归 这个第三就是 他们都是正规的军人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什么的 昆明的武备学院 等等 北洋水师学堂 他们不是山沟里边的 打家劫舍的土粉 不是那种 是真正的军人 他们真正的军人 你看看童林哥 张志忠 尤其张林甫 一米八六的个子 真才魁梧 一首好个字 我补充一下 他的毛笔字 远远超过毛泽东 我看了他的绝笔书 我非常感动 他最后跟契尔写的 淡尽良绝的时候 给契尔写的信 那么我想最后 因为时间不多 我们回到这个 拉到这个历史的 长城的眼光来看 我们知道 抗日战争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 中国的魏国战争 非常的惨烈 但是现在在大陆 不愿意完全的面对真相 而在台湾 因为国民党的示威 那么本土一时的 这个高涨 也对于这个 国民党抗战的历史 可以说是比较淡忘 那么我想问一下 对一个中国民族 那么重要的战争 我们大家现在 其实很多时候 没有正面的 去真正的去面对 我想问各位 就是这个和 中国统治者的特性 尤其是中国民族性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你觉得我们中国人 应该从这段历史中 学到什么 我请各位来短评一下 那么先请破空来谈一谈 这次台湾国防部 有一个回应 很有意思 他说中共老是要 日本正视历史 反视历史 他中共应该 从本身做起正视历史 这样才对得起 千千万万牺牲的同胞 这句话说到了要害 另外中共反春相机 说台湾那边 没有多少抗战经验馆 我们不要忘了 抗战发生在中国大陆 不是发生在台湾 另外当时的台湾 是日本的一部分 而台湾的人 是在世界大致中 他参与了日本的一方 说台湾人很矛盾 一方面 从日本那一方来说 他是一个战败国 后来被中华民国 接管之后 中华民国又是一个战胜国 说台湾人被撕裂 搞得非常的 情绪很沮丧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寄望于台湾 一个没有参加抗战 来纪念抗战 那是不切实际的 真正的抗战领地 当然在中国大陆 南越恒山 曾经蒋介石 修筑了中列寺 把一百多位国民党的将领 牺牲的将领 祭奠在那里 但是中共的文化 大概把他毁于一旦 全部销毁 那么这个尸骨无存 后来80年代才重新修 中共对抗战的态度 可见一斑 说它主要是 维护一个战斗性的问题 认为它没有抗战 它跟日寇相勾结 共产党 所以说它在历史上 是一个污点 它不愿意提作战历史 那么国民党是抗战的主力 中共也不愿意碰 这就是它的新秘所在 我觉得除了中共一般 我还想请大家 更强调这个民族性的问题 那么建立你有什么要说 对 我觉得很难讲 有民族性的问题 我觉得共产党 还是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在里边负最主要责任 我们知道在共产主义 在中国这个信仰 留下真空以后 共产党一直试图 用民族主义来取代 现在仍然还想打这张牌 但是我是这么讲 如果它不能够正式的 面对抗战史的话 它就是假民族主义 任何时候都是假民族主义 去年习近平讲 共产党在这个中流抵柱的作用 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关键 还继续的说谎话 进去的扭曲历史 所以我认为共产党 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就是假民族主义 假爱国主义 好 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刚才建立谈的 民族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共产党在抗战时期 其实它含抗日的口号很响 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很高 事实上它不那么做 它把一党制私放在国家利益之上 今天共产党的 反而把民族主义拿出来 特别是煽动对日的情绪 这个不满情绪 用这个民族主义 来维护共产党统治 仍然是以一党制私 这个来压住国家的利益 所以对中国来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这个民族情绪问题 也不是这个民族性问题 而是说中国老百姓 根本就没有机会了解历史的真相 比方讲我们现在去看台湾 指责台湾没有建立太多的抗战纪念馆 要知道当年台湾的很多人 是被日军征召了 参加了这个侵略战争的 所以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抗战的纪念的东西 只有国民党的军队才会做这样的事 请王刚现在在最后做一个最大做 习近平不是要尊孔吗 那么孔子有句话叫慎忠尊远 孔子还说纯王国既爵士 那是王者之大也 司马前也重复过这句话 就是尊重已经过去的时代 慎忠尊远 而不是后金博古 不是马克思的所谓的社会进化论 对中国的抗战的历史 包括张宁甫将军的 几百名将军的尊重 这是中国的民族大也所在 刚才建议先生所谈到的 作为成王败寇 这是中国民族最糟糕的一个传统 这个必须要把它弃绝掉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王康先生 杨建立先生 程晓龙先生和陈伯红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建议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